immediately 这个字呢 各位如果注意看的话 它出现很多个母音 对不对 所以表示这个字的音节呢 会比较多一点 来 第一个音节落在i的地方 我们念成短母音的i 第二个呢 是mme 我们念成me 接下来第三个是di 我们念成ate 注意哦 at这边 它因为它是形容词 所以不念ate ate在字尾 如果念成ate的话 通常都是当动词 使用 那这边呢 它是个形容词 所以这边的ate呢 我们念成it 中音节落在第二个音节 我们英文就念成in immedi immedi 那immedi 它的词类呢 是个形容词 我们中文翻成立即的 即刻的 我们看英文解释 happling or done at once happling跟done 它们都属于分词 happling是现在分词 done是过去的 过去分词 一个表主动 因为happling这个字 它不可能被发生 很多事情发生 都是主动的 它不是被发生的 所以happling 这边要用的是 现在分词 那done呢 很多事情是被完成的 所以你要用过去分词 表被动 那各位不晓 记不记得 Andy常挂在嘴巴上的 你要把分词 当作形容词来看 所以你们发现 它的英文解释 一开头 就是用分词来表达 好那接下来呢 最重要的呢 就是add one 是个片语 add one这个片语呢 本身它就是有 立即立刻马上的意思 但是注意哦 它是一个副词 所以呢 接下来我们要跟各位 补充一个词类 immediately immediately 你看到它加上l1 就知道了 它就是一个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副词 我们中文就翻成立即的 那这边呢 既然讲到了 我们就顺便的来补充一下 跟immediately 它有一些很多的同意字 跟同意片语 最常看到有另外一个叫instantly 这也是等于立即的 好 接下来就是两个字的了 就是right away 跟刚刚看到的add once 还有另外一个是三个字的片语 同学顺便接到in no time in no time 你看no time就没有时间了 我已经没有时间了 现在这件事情马上就得做 是不是就等于立刻 immediately的意思呢 好 所以既然讲到了immediately 各位这四个同意字 或跟片语 可以顺便把它记一记 好 我们接下来呢 看这个单字的例句 the singer didn't give an immediat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because it was too personal 好 他说呢 the singer 这个主词 这位歌手 didn't give an immediate answer 各位把它当成一个chunk 把它记起来 一个立即的回复 针对什么是问题呢 to the question 针对那个问题 他并没有给一个立刻的回答 为什么呢 好 这边有because 这个重属连接词 引导一个副词指句表原因 因为呢 这个问题呢 was too personal 那personal值的就是太私人的 好 因为这个问题呢 太过于 牵扯到一个人的隐私 所以呢 他就没有立刻 马上的回答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我们念成 immediate 形容词 立即的 即刻的 immediately 立即的 复词 谢谢 谢谢观看